蔡英文的政治遺產 對賴清德來講 不見得是福 反而是禍 特別是司法改革 我非常訝異 高舉司法改革的大旗 結果要臨去的時候 對賴清德未來 四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我說燙手山儀是比較客氣 我們的新總統賴清德先生 從來沒有談過司法改革 毫無琢磨 到底是為什麼 我覺得我很好奇 蔡英文的legacy 蔡英文的政治遺產 事實上有相當的一部分 對賴清德來講 不見得是福 反而是禍 所以這三大塊是負債嗎 特別是司法改革 我非常訝異 這個民眾 在司法改革上面 有這麼強烈的反應 這個是不會假的 我先從司法改革講起 這個可能是最近一陣子 這個司法界的事情出了很多 那法官非常優秀 年輕有為的法官親身 還有這個資深的法官 在工作的時候 他失去意識 然後到現在還昏迷不醒 還有書記官過勞而死 這一些當然都是目前發生的一些事件 但顯然重新燃起這個司法界 甚至擴及到整個社會大眾 對司法的觀感 覺得在回想起來 蔡英文總統從一上任的時候 高舉司法改革的大旗 民眾這個當時掌聲是最大的 一個主張的一個訴求 大家都說哇 這個是非常好的 司法改革 結果到最後要淋去的時候 這個民意形勢 百分之五十四點五的人是不滿意的 百分之五十四點五 那是一個很高很高 遠遠超過半數的一個 你用遠遠超過半數 遠遠 然後滿意的不多 滿意的百分之三十五點六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賴清德未來 四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挑戰 我說燙手山魚是比較客氣 比較文雅 那燙手山魚丟掉就好了 但是這個強大的巨大的挑戰 人民的期望 殷切的期望 是清清楚楚的呈現 問題是到目前為止 賴我們的新總統賴清德先生 從他的大選過程以及到現在即將就任 從來沒有談過司法改革 毫無琢磨 到底是為什麼 我覺得我很好奇 我相信社會大眾也很好奇 千惠立定也很好奇 對他真的沒碰過 這真的能夠逃避的了 這樣的一個人民的期待 未來四年真的賴清德在司法改革這一塊 這個完全都不提 覺得這個蔡英文已經做得很好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怎麼辦 那真的賴清德頭在燒耶 你講到司法的這一塊 對 老師你先補充 我再問 對 然後 你剛剛講 我要講廢時 廢時 等一下再說 廢時是大問題 我在講說 蔡英文的legacy 賴清德都說要走蔡英文路線啊 開口閉口 四個堅持四個支柱 對不對 不過那是在國防外交啦 好像吧 這個即便如此 反應在兩岸上面 你看看民眾還是不滿居多嘛 其實你要從兩個角度去看 一個是現在 我們全國老百姓 國人好了 國人 到目前為止 不滿意這個 蔡英文八年的兩岸 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的人 是多於滿意的人 對 如果能夠顯示出來 這個導播能夠顯示那個 長的那個 一條比較 趨勢圖的話 就更好 那我簡單的講 其實兩岸關係 當然不能完全怪這個蔡政府 兩岸關係會到今天 絕對是雙方面的互動出問題 那雙方面互動出問題 要怪誰多一點呢 要怪中共多一點嗎 還是要怪我們這邊多一點 我坦白講 我的長期的觀察 台灣人會覺得 中共問題比較大 但是台灣人也不會 這個 就是說 在 八年期間 對於 蔡英文 處理兩岸的問題 也有低 有高 對 有很不滿的時候 也有很滿意的時候 那 但是不滿意的時候 比較多 對 我看老師的民調是這樣 不滿意的時候比較多 印象所及是這樣 尤其是第一任期 那真的是 前三個月還不錯 後三個月 後三年 這個簡直是 民眾這種民意啊 就像一個翻騰的大海 這個 非常的民眾不滿的情緒 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是到第二任期 比較好了 為什麼 我覺得 其實 蔡英文這八年 他其實 運氣蠻好的 當他這個狀況很糟糕的時候 就是外部事件發生的時候 然後就救了他 因為蔡英文第二任選上 反送中推了他一把 不只反送中 你講的一點都不錯 反送中之外呢 你看看還有什麼 反送中之前 這個 習近平好死不死 在這個2019年元旦 突然拋出一個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對不對 然後 給這個蔡英文牢牢抓住 趁勢站起來 展現所謂 當時 大內宣說 辣台妹 辣台妹 出來了 辣台妹一出來 我們的年輕人 各個 百分之九十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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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拜倒在地 都非常 都非常肯定 也就是要硬起來 對抗中共 對不對 你知道那一個 那一次事件 對他的民調支持度 很嚴重 非常大的幫助 接下來就是 就是 反送中 而且一反 反了半年 對有喔 對不對 正好就是他2020年的 總統選舉 對 然後附送他817上去 沒錯 817就是跟這個 有最直接關聯 我們的蔡總統 到今天還在想著他817 然後 完全 忘掉了 當年的這個 蔡總統打來了 總統不打 最好不要是國外籍的 開玩笑 所以你看看 反送中運動 接下來呢 COVID-19 對 疫情 2020年 一來就三年 台灣就變成世界的焦點 因為 我們必須要肯定 2020年的前半年 台灣是做得非常好 就沒有什麼人 沒有死人嘛 對 然後 控制得非常好 全世界都在問說 奇怪為什麼台灣可以控制那麼好 所以 當然水上船高 總統也沾光啊 是的 然後接下來呢 三年的疫情 當然 從2021到2022 他是 焦頭爛耳 因為疫苗的關係 等等這個 防疫表現 等等 開始民眾有怨言 但 後除這些來講 COVID-19三年 事實上是 讓蔡英文 在獲得世界的關注 世界的焦點 在她身上 接下來是什麼東西 接下來就是 俄乌戰爭嘛 俄乌戰爭一打 不得了 全世界開始 不但關心烏克蘭 也關心台灣啊 所以 你說 為什麼 蔡英文在這個 那幾年 好像這個 外交表現 很多 很多 國人就覺得 哇他表現不錯 很亮眼 其實都是外在形勢的 改變嘛 他其實做的並不多 坦白講 在這之前 其實 民調也顯示出來 他第一任期的 外交表現 民眾大多數是不滿意的 對 數字會說話 對不對 然後到後來 中美交惡 然後其中一個 當然一個很大的關鍵是 中共 2022年 8月初 環台經驗 我想只要 環台經驗一發生 就是助攻 那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整個台灣人 就那種自然而然就團結 凝聚起來 所以你看到 後半段跟前半段 差異天壤之別 前半段 都是相當程度 都是靠蔡英文 帶著他的執政團隊在衝刺 但是衝刺的結果是不好的 後半段 外在形勢改變了 他就 哇這個滿意度高到嚇死人 好 那但是呢 8年總是過去了 他8年裡面 事實上我們做過 7次的這個調查 他有3次是被帶 當掉的 對有 直接用當掉 那4次被 被人民當掉 那有4次是過關的 到了最後要下台的時候 人民又讓他過關 所以台灣人民之 敦厚 之這個 之鼓勵 鼓勵 紊亂 包容 這個真的是 台灣人真的是不得了 這麼 讓他留下一個 美好的下台的身影 對不對 對 他是安全下裝了 但是呢 不能因為這樣 你就完全沒有看到說 那接下來賴清德 接了他的 這些 這些所謂的 政治的這些遺序或遺產 真的都是那麼好嗎 還有好幾個雷包 三大燙手三魚之外 還有其他還有很多問題 不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 回到一個 我很快的把它結束 蔡英文路線 如果你說在兩岸上面 其實 應該對 賴清德來講 應該是個憂喜參半 你走 蔡英文路線 可是你要知道目前 如果論兩岸 多數人是不滿意的 那你堅持走什麼 蔡英文路線 那你賴清德路線是什麼 賴清德路線 不見得要等於台獨路線 賴清德路線 也可以在蔡英文路線的基礎之上 讓兩岸不要那麼緊張 那麼僵嘛 對不對 對 你要有一些 創造性轉化的一些作為 對 如果你都沒有的話 你AI內閣 AI什麼 對不對 那你就 好 你在怎麼樣在兩岸上面 Active and Innovative 對 那這個就是要好好想想 展現給人民看看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 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 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 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薄紅包裝 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 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 lis 追殺 超級油 最想要有一點 髮型 父親 個人